中国古代,预言故事 空中楼阁 很久以前有个愚蠢的妇人,她痴痴呆呆什么都不懂 一天,她到另外一个妇人家去玩 看见她家有一栋三层楼房 这座楼房又高又大,屋子里既宽敞又明亮 她心里很是羡慕,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念头 我也有钱财,不会比她少 为什么不马上造一栋这样的楼呢 回家后,她马上叫来木匠,问道 你会造像那家那样高级的楼房吗 木匠回答说,那座楼就是我造的 妇人马上说,现在你也给我造一座楼 要像那座楼一模一样 于是,木匠按照她的要求,规划好地面 把砖头一块一块地砌起来 那个愚蠢的妇人见木匠在地面砌砖 心中特别疑惑,不懂得木匠的意图 便问木匠说,你要造什么样的房子 木匠回答说,造和那家一样的三层楼啊 那个妇人却说,我不要下面的两层 先给我造最上面的那层 木匠听后,既生气又觉得好笑 她说,没有这样的事 哪里有不造最下面的一层楼而能造第二层楼的呢 不造第二层,又怎么能造第三层呢 妇人听了,还是固执地说 我现在用不着下面的那两层楼 你可一定要给我造最上面的那一层啊 当时的人听说这件事后,都觉得那个妇人非常愚蠢 一见到她,便都取笑她 万丈高楼平地起 做任何事情,如果忽视基础 反对循序渐进,都是愚蠢的 感谢观看